接着我们现在展示的是东方胶直的元素中第二个元素 古老奢华的印度 这个系列中我们是采用浓郁黄世般的戒金色系 金箔织紧的搭配布料是来自法国著名的布厂 它是和Chanel、Vanitino等品牌合作的百年布厂 所以每一块布都像画作般手工制造的艺术品 价值不菲 我们看到今年有这种袖子上的抓的立折 还有大型的立体口袋 以及厚片的大的折式 我们用A-Line大气的线条来展现 那设计的时候我都是采用小块拼接的方式来展现 就算这么小的面积 我们也可以看见色彩的灿烂与溃粒 这是一件充满了印度风情的印花雪纱 用紫色来做搭配色 带出浓郁的异国情调 长雪纱的洋装搭配宽型私质的宽裤 在行走间带出了浪漫 随性的异国风情 宽裤也是今年夏天非常重要的单品 这件戒精色的短上衣 方形A-Line的线条 胸前装饰了小的结式 搭配剪裁俏丽的短裙 也是带出了一种异国的都会时尚馆 我们用同一系列的印花 长湿巾 这也是我们的销售商品 可以搭配简单的白色的T恤 为夏季蒙上了一份异国的情调 同一系列的雪纱洋装 在夸张的宽腰带的装饰下 将优美的雪纱洋装 带出了一个现代感 那当然身材如果没有像模特 或者是像我们风向家族 这么完美的身材 就比较不适合了 那当然散开穿也能够呈现出 非常舒适自在的浪漫与美丽 巴黎连带 复古A-Line 宽大 舒适的洋装 加上了立体的大口袋 带出了时尚感 立体的大口袋 是今年流行的重点 我刚刚也一再地强调过 那领形的设计呢 我们可以随着脸形 切换不同的V-Line 或者是立体 我们请模特展示一下 它可以打开来 变成一个V-Line 或者是立体 让时尚呢 带了一点趣味感 Image的长洋装 这是浪漫宫殿风格 像希腊女神般 披肩式的袖型 行走间 敬显女神的风拌 我称这个颜色为 渊为子 雪沙礼服 我们在形容颜色的时候 最好为它 加上好听的名称 让颜色像有生命般鲜活 像我们讲紫色跟渊为子 在情境上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那渊为子指的是一种长尾鸟 它叫渊为鸟 它的尾巴上有一抹美丽的紫色 那我们就称这个紫色为渊为子 娇贵的粉色系 让春天充满了迷人的气息 脂颈段拼接剪接呢 胸前有一颗可爱的 童躯的新型的大扣式 这是童真梦幻系列里 我把它放在这个秀 这边走秀呢主要是要呈现 当四个单元融合贯穿展现的时候 这种丰富层次有节奏的画面 那我们把这件粉色的短外套 连结到前面 刚刚展示过的戒金色的系列 加上渊为子的雪沙场礼服 这三件呈现出来的牌面 它会是一个色彩繽纷溃粒 可以说是完整的呈现了六亿品牌 装饰艺术的这种美好的精神 那我称这样的服装上的方式呢 称为服装上的蒙太奇手法 因为蒙太奇就是电影上的一个术语 我们讲的就是电影上的编辑 剪接编辑的意思 导演呢将拍摄的镜头 经由它的美学的观点 然后剪接编辑 呈现出一种穿越时空的一种效果 那么会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感 我把这样的方式呢 放入我们秀的编排上 然后还有专柜的牌面上 将不同的单元融合贯穿 呈现出商品的丰富层次 还有节奏感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点也就是我所谓的美学的逻辑 这一定要和我们的销售人员做分享的 因为我们要有一致的观念 才有可能在一个音乐下 跳相同的舞步 好 这一件呢是童真梦幻 埃及公主的系列 异想童趣的手绘图案 用oversize的这种白棉T恤来表现 那高密度棉剪接的荷叶袖 让T恤充满了趣味的变化 我们下面搭配的是一个宽大的裙裤 当然它也可以搭配牛仔裤 我想每个女人无论到了几岁 心中都还是有一份少女情怀 那我们的童真梦幻 就是为这样子的心情来设计的 所以童真梦幻的系列 设计到现在已经13年了 但是非常受到欢迎 这是一件高密度的棉 来呈现的连身裤 带出了年轻的时尚感 那版型是可以修身的 不系腰带也可以显得 非常的轻松的 日常的这种美感 那让想尝试新的时尚氛围的人 可以勇于尝试 我们看在口袋上装饰的 这种bling bling的华丽大嘴鸟 也是今年春夏 童真梦幻系列的吉祥物 高密度棉是这两肌非常受欢迎的材质 因为它非常的舒适透气 而且不容易皱 埃及公主系列的雪沙上衣 加上红色的蕾丝的装饰 浓郁大胆的色彩 让春天都梳醒了 Sasha would you please show the special sleep 我们看一下这个特别的绣型 那今年这种宽大的绣型 也是重要的流行的元素 我们将街头的艺术与童趣座的结合 我们看到这一件牛仔裤上面 我们就彩绘了埃及娃娃 很可爱 这是一件14针针织 Double Knit 我们用一针的方式 织出了立体的滋纹 那百分之百的强眼黏 手感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适合 夏天的日常穿搭 我们从前就有介绍过 针织是针数越高 织数越细 那目前最细的是14到16针 16针因为太细 所以它容易产生破裂的现象 所以我们大半都是采用14针的针织 那这一件搭配高密度棉的立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